后世对晋王颇多非议,尤其是晋王对太祖的皇后宋孝章皇后的口是心非的做法颇感不齿,那么赵光义与宋皇后有什么恩怨呢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宋太祖曾以一根捎棒打下八百军舟,可惜的是年仅五十岁就撒手人寰,让后人不解的是继位的不是他的儿子,却是他的弟弟,如果他们赵家流行的是兄中弟级的传位制度也可以理解,可是赵光义继位后不遗余力迫害自己的弟弟秦王赵廷美,把赵廷美迫害致死还不算。 他哥哥的两个儿子也被他数次折磨,害怕得要自杀,由此观之,赵光义的继位让人不得不心生疑心,他到底是怎么得到大位的? 他迫害所有跟太祖有关系的人,尤其是太祖的宋皇后是不是为了掩饰他阴谋夺位的事实?宋太祖从北汉北征回来后身体就不太舒服,一天晚上,太祖传召赵光义来宫里议事,到了半夜的时候,宫外的太监看到屋里蜡烛忽明忽灭,太祖对晋王说, 好为之,好为之,边说边有玉府杂地的声音,太宗见太祖身体出了状况,就请安起身,回了晋王府。 凌晨就传出太祖暴毙而亡,晋王赵光义在太祖陵前继位,视为宋太宗,这就是竹营府生的故事,本来宋太宗赵光义登基之后,应该对哥哥的亲眷好好照顾,然而,赵光义对兄长的家人充满了敌意,尤其是宋太祖离世的皇后孝章皇后宋氏, 太宗登基不久后,就将宋皇后赶到了西宫,耻夺了皇后该有的权利,并派人严密监视宋皇后的一举一动,在西宫的这段时间里,宋皇后如同人坚征发了一般,公元995年,年仅44岁的宋皇后病逝,这时人们才想起来,后宫还有这么一位前朝皇后。 让人意外的是,向来养尊处优的宋皇后年仅44岁就去世,而且在她病逝后,宋太宗赵光义竟然拒绝给嫂子承服,而且也拒绝大臣参加她的葬礼,按理来说,宋皇后应该和太祖合葬,然而宋太宗并不让她下葬皇陵,死后官国只是停放在了赵光义妹妹的家里,就连排位宋太宗也不让放入太庙。 从她的短寿可以得知,孝章宋皇后生前应该经历了很多身体和心灵的折磨,群臣都知道如此不合规矩,但只有王宇称敢站出来,王宇称上书说,后长母仪天下,当尊用旧礼。 太宗看完王宇称的折子后,一言不合,就把王宇称贬到安徽楚州,那么这个宋皇后是什么来历呢?让宋太宗这么忌惮,宋皇后出生于洛阳,是中武军节度史宋卧的大女儿,她的母亲是五代时期后汉的公主。 她的父亲是后堂庄宗的外孙,他们家是根正苗红的凤子龙孙,据宋史记载,宋史家族近代贵圣,显有其比,她在两岁多的时候,就被周太祖郭威所看重,送了她一身官配,在古代,被君王赏赐衣服,可是一件天大的荣耀,这份荣耀在她身上还发生了两次。 宋太祖建立大宋后,她和母亲来参加长春节,被赵匡印送了一身官配,从此她就和宋太祖结缘,第二年她就被宋太祖封为皇后,十年十七岁,而宋太祖打她二十五岁,宋太祖开保九年,宋太祖突然去世,视为竹营俯生,第二天宋太宗继位,从此她就消失在了政治舞台上,据说宋太祖去世的消息。 本来是她让太监王继恩去告诉太祖的二子德芳,可是王继恩却去告诉了晋王赵匡义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宋太祖刚驾崩的时候,北宋明臣司马光在《宿水记文》中记载,知道要变天的宋皇后。 火速派王继恩去找太祖的弟子子赵德芳,然而王继恩出宫后,却直奔开封府引进王赵光义的府邸,王继恩根本就没有把宝压到德芳的身上。 当王继恩回来的时候,宋皇后心急火燎地问德芳来也,话音刚落,迎面而来的却是赵光义,宋皇后反应也很快,立马改换说辞,跪在地上祈求赵光义说无母子之命,解脱于官家。 赵光义听后,打包票说贡宝富贵,无忧也。 赵光义嘴上说对太祖母子怎么怎么好,实际上太祖的儿子没有一个善终。 一个个被他逼死,宋皇后自然也难逃独守,从赵光义后来的表现中,他对自己的嫂子宋皇后可谓如芒刺在辈,早晚都要拔。 难道只是因为当时教德芳没召唤她吗,并没有那么简单? 赵光义知道,只要自己这个年轻的嫂子不死,自己的权利随时都会受到威胁,位置一天都坐不稳。 宋太祖赵光义死的本来就不正常,太祖常年随后周柴荣征战,身体健壮正值春秋鼎盛的宋太祖为何会突然病逝? 从俯生主影的故事中,可以得出宋太祖是意外死亡,从结果论来看。 谁得到了最大好处,谁就是最大的嫌疑人,赵光义在这中间必定担任了不光彩的角色,而宋皇后可能是唯一的知情人,或者说宋皇后发现了什么。 在太祖突然抱病身亡的当天,宋皇后需要拿个主意,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宋皇后的选择会决定下一任天子以及太祖旧臣的命运。 在宋皇后进宫之前,赵光义已有两子,分别是年仅十岁的赵德芳和已经比宋皇后还大一岁的赵德昭,为了避嫌。 宋皇后和赵德昭刻意保持距离,和赵德芳很亲近,因此赵光义。 宋皇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赵德芳,因事出突然,太祖并没有留下一诏,这个时候谁先控制了皇宫,谁就得到了皇位,可惜所托非人,改变了宋朝的轨迹,从赵光义即位当天就改缘, 以及对宋皇后的所作所为来看,赵光义此人做贼心虚,不过报应总是会来的,在南宋开国之初,高宗赵构就失去了生育能力,高宗传位给太祖一脉后裔的孝宗赵慎,太祖和宋皇后在九泉之下也可以明目了。 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在历史上还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,但是其人品之差令人难以想象。 明明贵为异国之君,但是做出的事情却足以让后人痛骂上千年,关于宋太宗赵光义的即位之谜一直未能揭开,历史上流传赵光义是被弟弟赵光义害死的,赵光义平时好结交一些豪杰猛事,对于皇位早就垂涎三尺了,赵光义知道自己哥哥做了皇位,一旦哥哥驾崩,皇位必然要传给侄子,与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 因此赵光义便先下手为强,在一个夜晚,赵光义请他喝酒之际,他便谋害了哥哥,这就是历史上烛光浮影的传说,当然这仅仅是野史的记载。 清朝的乾隆皇帝就非常质疑这种说法,认为赵光义谋害哥哥完全是无疾之谈,时至今日,烛光浮影之谜在史学界仍然是议论纷纷,很多专家认为凭赵光义的人品,能干出害死清哥哥的事情并不奇怪, 因为在赵光义即位之后,他做的另外一件事让人们对其更加痛恨,那就是他亲自主持画出了。 西陵姓小舟后图,在很多人看来,这仅仅是一幅普普通通通的画而已,没什么大不了的,但是或许大家不知道,正是这幅画让一个男人屈辱了上千年。 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玉,李玉不仅是著名的词人,更是一位亡国之君,他虽然生性浪漫,但是治理国事,却十分吃力,他是一位艺术人才,而并非是一位好皇帝,当宋军攻进金陵的时候,李玉还在忙着求神拜佛,十分可笑。 李玉后来被宋军俘虏,为了表达对宋朝的忠诚,李玉没有过多的抵抗,顺从地接受了赵光义的封号,如果事情到此就结束的话,李玉还算是幸运的,毕竟失去了江山和皇位,还有一位生死与共的妻子小舟后,陪伴在自己身边,还能够度过自己的余生。 然而令李玉没有想到的是,赵光义是一个色鬼,登基之后,偶然间遇见了小舟后,于是便念念不忘,有一天夜晚,赵光义照小舟后前去侍寝,李玉虽然十分屈辱,但是不敢不从,只能将火气撒在小舟后身上,然而小舟后却讽刺他,早让他打理朝政,可他天天就知道吟诗作画,最后竟然让自己遭受如此屈辱,每当夫妻俩吵架的时候,李玉最后总是默默地闭上嘴,作为异国之君李玉, 极其失败,作为一个男人,李玉更是十分屈辱,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,被别的男人侮辱,却无丝毫还手之力。 后来小舟后去赵光义处越来越频繁,有一次小舟后刚到赵光义的笼床上,突然发现门外有人,仔细一看,竟然有人鬼鬼祟祟的在看着自己,小舟后被吓得不轻,一下子逃到了床底下,赵光义企图将小舟后拉出来凌辱,结果却被小舟后踢了一脚, 后来赵光义还是强行将小舟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辱了,而在门外偷窥的画师竟然将这一幕幕全部画了出来,这就是著名的西灵性小舟后图,后来宋太宗发现了李玉的不满情绪,于是他便被宋太宗赐毒药毒死。 死的时候42岁,不久,小舟后也死了,十年28岁,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。 。